我們就要講到設施跟華氏溫度要怎麼切換 那這裡我們會需要多學一個積木 它叫做變數 變數是什麼呢 我們就好像在數學裡面的X值一樣 就是我們設定一個變數 然後我先設定它叫溫度 或叫我用英文TMP 溫度 我設定的變數叫做溫度 然後呢 我先每次就是把溫度設成什麼呢 設成溫度感測值 那我顯示的數字 就變成是顯示溫度 目前這個程式跟剛剛的程式其實結果一模一樣 不過它多了一個積木 想說我為什麼要多這個積木呢 其實關鍵就在於我希望能夠顯示設施溫度跟華氏溫度 那我現在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變數其實可以再幫它改一個名字 比如說因為我現在想要的溫度變成是設施溫度 讓我重新命名一下 改成C好了 改成C之後裡面跟著就改了 所以這次設施溫度是這樣子 然後我剛講我要的是按A鍵之後出現 設施溫度 所以我在輸入的地方 按一下 A鍵 所以我現在把這整個 放進來 所以可以看到 它就可以顯示數字了 不過我其實可以再多調整一下 我讓我的 程式變成這樣子 各位看得懂什麼意思呢 我的程式不斷的去把溫度值都設成變數C 那我A按下去只顯示C 所以我就不會是等到A才去 A按下去 才去感測我的溫度 而是溫度一直都存在 那在接下來就是按下B要做的事情 我們可以直接複製 那當然要顯示就是 設施溫度了 好 那設施溫度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算數學 先看一下 設施跟華氏怎麼換算 設施轉華氏 好 各位看一下 設施轉華氏呢 就是華氏是等於設施 乘以5分 但是 所以我們這邊會遇到幾個數學符號 包括乘號 還有除號 還有加號 好 所以記得這件事情 那我們先來設定個變數 這個變數我們就叫做F 華氏 華氏溫度 那我變數F呢 設成什麼 當然就要C去做運算 所以我現在需要用到很多數學 我需要加減乘除 我把這個東西先 弄很多出來 首先 我需要這個變數C C 先 乘以9 之後 再去 除以5 好這什麼意思在這邊啊 這邊是 乘以5分之9 所以就是乘9除5 乘9再除5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 乘完9的東西 放到這個空間 好放的時候你注意 也很多人會不知道怎麼放 我再放一次哦 這個C乘以9之後 我讓那個9的位置就尾段的地方跟上面這個5的左邊這個空格 要能夠疊在一起 然後放進去 好 這樣放好之後 乘9除5之後再加多少加32對不對 好 加32 所以這邊加32 把這整個放進去 下一步 我這已經運算好的東西 整個 要把它 放到 F的這個 一方 所以現在看一下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把自己改成F 你會看到我重複線次 我不斷去感測環境的溫度 測試 跟轉換出華氏的溫度 然後按A顯示設施 按B顯示華氏 所以啊 現在看哦 目前都沒有顯示溫度 我按A顯示21度 按B 69度 這就是 我們的 設施跟華氏溫度計 很簡單 就只要這幾行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說把這個東西移到下面來 也可以 但是會有個問題 假設 我們這個移動到下面來 各位知道會什麼問題嗎 變成你按B的時候 其實F是沒有出來的 因為 你得先忘了 按完A之後 C才會被更新 然後 它才會出現 它才有用 那 又變成是 如果你這邊 想要移下來的話 你必須 連這邊 也要移下來 它會變得非常的 比較複雜啦 這就不用 看一下 如果你要移下來的話 你得這樣設定才可以 因為A按下去的時候感測溫度 然後才是C B按下的時候感測溫度 然後把溫度設成F 所以這個沒有比較好 所以 剛剛我們講說 我們希望在變的時候其實是 移一下 像這樣子 這樣子就會比較簡潔一些 好 以上就是這樣子 謝謝各位